由民意街餐廳致南所發起的 2020溝宅偉街區異住節 連續假期間要攜手流動放飲所 在餐廳二樓放映預約觀賞的VR電影舊家 特別要把用餐環境佈置成老宅居家的氛圍 擺放了輪椅透過VR影片生理情境 從老奶奶的視角要體驗被獨留無法言語的心情 也期盼可以傳遞愛要及時的重要性 有民意街餐廳致南所發起的 第二屆2020溝宅偉街區藝術節 在中秋連假期間揭開序幕 藉由採訪當地居民家庭故事拍攝全家福 結合花蓮在地團隊辦理市集野台戲電影放映 期盼透過活動及影片 讓四散台灣各處的遊子們返鄉之際 正式家鄉社區老化與凋零的問題 今年算是第二屆 主要是對內對居民 對溝宅偉這裡的社區居民去做一個射照的活動 那今年的主題叫隔代教養 也主要是要把以前在溝宅偉生活的人 他們看到的東西重新搬上檯面 那其實今年有幾個大的主軸 一個就是我們幫社區居民拍的全家福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在旁邊的舊商圈 舉行的一個叫溝邊市集的活動 那同時我們因為隔代教養的主題 也在店裡設置了一個VR實境的電影的播映 在以前南京街遊局前方會有小型的部幕 然後小朋友會居然在那邊聊天或是玩樂 然後一邊看著電影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拉到了老街區中 跟居民有更多的互動 第二屆的購宅偉街區藝術節 以隔代教養為主題 洗手流動放映所在餐廳二樓 放映預約觀賞的VR電影 住家特別佈置成老宅的氛圍 擺放了輪椅 要讓民眾勝利其境 在我們的場景設定上 我們就也是把它佈置成像影片裡面的環境 那也特別租借了一個輪椅 讓觀眾可以直接住在上面體驗這個感覺 你平常可能只是一個回鄉的小朋友 或者是你已經離開了家鄉去工作的人 到了節慶才回家嘛 你就不太知道說 對長輩或者是像是那樣的奶奶的心情會是什麼樣子 可是如果透過這個片子 你可以用不一樣的視角去感受到說 原來被留在家裡的老人家 可能是這樣子的心情 這也是我們希望說 特別選在中秋連假跟雙十連假 剛好都是放假 可能會有返鄉遊子回來的一個時間 大家可以來看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禁個十分鐘的影片 透過第三人稱的視角 感受被遺留家中的孤老 無法言語的心境 雖然就是很多人在跟我打招呼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我其實是跟他們有點距離的 然後我其實行動很不方便 然後他們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會感覺自己其實是故意 在輪椅上的一座小島 因為我正好也是在大家族的環境裡面長大的 然後我們家族裡面的感情也都很好 所以我其實覺得很寫實 然後我會覺得那個互動可以就是更多一點 而不是只是說很簡單的打聲招呼啊 說說自己平常的情況啊 然後可能平時的時候就是 我覺得對那個長輩的關心是很重要的這樣 VR電影《舊家》 放映活動時間為國慶連假9至11日 上午11點至晚上9點 每場吃20分鐘 每人100元 購票預約觀賞 地點在華聯市民一街75號至南二樓 報名和活動詳情請上臉書粉絲頁 購在為街區藝術節 記者長幫眼華聯市報導